各位村民大家好 入場了 一首歌召集時間 我現在要起來給你們看看這條裙子 因為這條裙子是我自己車的 我老師經常說 你車買裙子不穿 我今天穿了 交代了 各位村民大家好 今晚又回到靈異村的節目時間 剛才一首歌召集時間 就已經召集了你們 今晚有一張桌子 很方便 可以開始我們的靈異節目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跟我說 就現在打字 我坐這個位置看得很清楚 你可以打字跟我說 處理村沒有時間 沒有村民 今個星期沒有人跟我報料 看一看 主要是收費問題 還有很多村民未知道 要怎樣看 我簡單說一次 你們看到這個時候 即是你們用Facebook 或者Email 登入了來 這個直播 然後如果你想看Part2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Credit Card 或者是PayPal給錢 就立即可以接通了 就看到Part2 但如果沒有Credit Card 沒有PayPal 你去銀行入數 把銀行入數指 傳給我們工作人員 等一天 要假日 給時間 別人做事 就可以開通 各位 終於可以看直播了 直播很好 因為有發問問題 有聊天 我現在開始了 其實我上一集 是有預備這個故事 但上一集說不及 不要緊 我現在說 其實 因為我們是不是靈異村 我都比較喜歡找一些 鄉下的村子 一些故事 但如果你說 我有些空岸 有些什麼特別地方想聽 你都可以告訴我 我覺得因為普遍來說 很多香港的 都有很多靈異節目說 我是靈異村 說回一些鬼村的故事 這也是發生在一些鄉下的地方 是挺特別的 就是 關於有一條村 他有一個姓張的人 他就要娶老婆 他娶老婆 於是他就要過隔壁村 找另一個人 就是木匠 這個木匠 幫他打造家師 就是鋸椅 做一些床 找他做家師 當然 做家師 就不會是一天半天就做得成 多數都要做一頭半個月 但是 這一次他打造家師 居然是幾個月都做不起 究竟 木匠搞什麼鬼呢 要說回這個 就是靈異故事的開始 首先 這兩條村 雙隔 是有一條河 河上 當然是造了一條小橋 其實 這條河 上面 經常都聽老人家說的 這條河是很邪門的 對 就是經常都說欺牲 莫欺水 可能有些原因 因為這條河 這條河 原來最近 經常死了很多人 還要死的 都是那些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在河浸死了 但問題出於 河浸死人 偶爾都有一兩樣意外的小孩 貪玩 或者人們不小心 但是 為什麼人們說邪門呢 原來這條河 幾乎每一年都會浸死人 而他浸死的人 都是壯年的男丁 不是幼弱的婦人 或者小孩 多數都是壯年的男丁 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男人 還有什麼奇怪呢 就是原來這條河 是非常淺水的 對 去到很遠的地方 只是到膝蓋 但這條河 上面 都是有一些植物 當然有一些浮組 就是線腳 也有一些石 去到很遠的地方 才會落到腰 所以說 這條這麼淺的河 又為什麼 經常都浸死人呢 所以那些村民 經常都說 這條河 是很邪門的 最初 還是有很多人 下去 洗澡 洗衣服 整整整整 後來死得人多 那些村長都叫他們 真的 小心點 不要 他們都少了下水 那一天 打造傢俬的木匠 剛剛做完事 想經過那條橋 回家 但因為天氣太熱了 夏天大天時 他們的鄉下地方沒有冷氣 真的太熱了 他受不了 走到河邊 已經心想 很想坐到河裡浸水 但問題 又想起 不敢 因為這條河 整整天浸死人 自己認識的幾個人都浸死了 想著想著 這條河 真的很邪門 但又真的很熱 很辛苦 那怎麼辦呢 那他想著想著 我知道了 我坐在那邊 我不要整個人下去 我坐在那邊 那邊浸一下腳 那就算了 那我坐在河邊 那邊浸一下腳 那我浸腳 就應該沒事了吧 脫了一雙鞋 浸下去 哇 立刻透心涼 舒服了 當時呢 就在那邊浸著腳 原本想著浸一陣 很快就走了 浸一下浸一下 浸多一陣 實在太舒服了 那整一下整一下 就開始 那隻手 就拿去撥些水 就拍一下身上 哇 真的很舒服 就在他很輕鬆 很沒有防備的情況之下 突然之間 就有東西拉了他的腳一下 就想扯他下水 那他當時就 哇 很緊張 很害怕 那隻腳就狂扯 但是扯極呢 都扯不掉 就令到他反而覺得很吃力 他正直壯年 做木工的 其實他都應該是很大力的 那水裡面有些什麼 那麼大力 扯著他呢 他當時第一個反應呢 就想了 糟糕了 我遇到水鬼 一定是水鬼扯我 那當時呢 他就已經心想 死了死了 我遇到水鬼扯我 我和他鬥力呢 沒有用的 聽說呢 水鬼呢 就是利用你越害怕 越掙扎 更加拉到你下去 浸死你 因為你會累嘛 那他就更容易拉到你下去 浸死你了 於是他就心想 不是啦 大聲喊啦 那大聲叫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就希望呢 引起呢 附近的村民的注意 可以來救他 啊 又想不到他這一喊呢 那一頭力呢 就立即鬆了手 他的腳就縮得回 咦 那就走得掉了 因為實在是太害怕了 太闖瀆了 一鬆腳呢 就噗噗聲 走鞋都不要了 那就走了 那這件事呢 木匠翻對告訴別人 傳了開去之後呢 村長當時呢 都立即心想了 村長啊 立即心想了 真的不行了 這條河呢 已經越來越厲害了 越來越過份了 鬧鬼 那他當時呢 就勒令呢 就叫那些村民 就說 真的啦 不要讓那些小孩 大家都不要再去河水洗澡了 也都不要在那裡捉魚 大家呢 都在日上三干的時候呢 拿水呢 就算了 尤其是那些晚上 更加呢 就不要再去河邊那裡逛了 那就是這樣呢 村長呢 就下了這個命令 那村民呢 也都聽話 不敢亂下河 但是木匠呢 經過水鬼這一翼之後呢 沒多久就病了 越病越大鑊 越病越瘦 後來呢 就搞到人呢 瘋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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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坐在家裡的窗邊那裡 就經常性呢 就是胡言亂語 開始亂說話了 甚至乎呢 有些時候呢 他講講講講話呢 半夜的時候呢 會坐在窗邊那裡 燈大隻眼看著窗外 那因為他們住的是平房來的嘛 那所以呢 就是那些村民在外面走過的時候 看到屋裡 看到這個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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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那些人呢 就覺得死了 木匠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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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沒有理由呢 他是會病到這樣 那有人就開始猜了 當然是水鬼作怪啦 他之前遇過水鬼嘛 那但是呢 有些認識的人呢 就說了 水鬼是指在水裡面的嘛 怎樣跟你回家呀 那些村民呢 就一個一個猜測 弄下弄下 但是呢 木匠的病呢 又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有問題了 他呢 就開始 頭自己無緣無故撞牆 就算是一大堆人 大男人呢 拔著他呢 都拔不住 他有時候呢 會自己撞頭埋牆 撞到頭破血流 頭破血流都不停 還開始有點自殘 搞到呢 是要到第二天 天光日上三光 他才會停的 啊 好神奇喔 天光 他一停了呢 他就腳腳腥地睡 又睡得好軟 又好像什麼都不知道這樣 唉 家人見到這樣 真的不對勁了 好大鑊 看情況呢 都真的呢 要出些法寶了 就真的要去找些 風水師也好 道師也好 法師也好 和想也好 抹到好 總之叫來幫手先啦 好啦 那些村民呢 村長呢 就 紛紛都好心 有些呢 就從著一些外村式的那些呢 就叫過來 有些在廟裏面做事的廟竹呢 又叫過來 那個人來看看他怎樣啦 紛紛呢 都搖搖頭 說他沒得救 那其中當中呢 有些人就去求籤 也都呢 是求到下下籤喔 最慘呢 就是 終於呢 都被他們找到一個人 是扶基 啊 扶基呢 我稍後呢 有時間呢 都會攝點時間和大家說 其實扶基呢 是早期的 蝶仙的意思 來的 可以說一下這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好了 找人來扶基 那怎麼知道呢 扶基的字出來呢 都是說他呢 大爛臨頭 沒有得救了 就是這樣呢 很多人呢 圍著在一個 木匠家裡去看熱鬧 熱鬧過去 有一片直症 木匠又繼續黏了線 越病越厲害 就因為呢 他呢 就經常弄傷自己 加上呢 又不吃東西呢 開始呢 日漸消瘦 慢慢慢慢呢 就病到 在床上呢 一病就不起了 那 當家人都心想 唉 沒有了 沒有得救了 死定了 還有什麼幫到他啊 唯有在身邊那裡 就每天看著他 看他什麼時候不行了 真的沒有了方法 就不知為什麼呢 就村外面 就來了一個 好像道士那樣的人 這個人呢 急急腳地過來 然後呢 一來到呢 就從哪裡都不去 直衝 就衝到木匠家裡 就好像很熟村裡面的情況 那樣啊 那他呢 那些不懂的村民 在外面呢 就圍觀就看啦 這個人什麼人呢 這個道士呢 衝進去別人家家裡 那裡呢 就坐了一晚 足足坐了一晚 然後到第二天 天一光呢 就走了啦 奇怪的是呢 這個道士一走了呢 這個木匠呢 就好回了啊 那木匠好回之後呢 就到了結婚的年齡啦 大家村民都明白的 大難過後就必有後福 可能呢 結婚呢 可以衝起一下 都是時候呢 要做一些喜事 條村衝起一下的 那麼 那木匠當時呢 就找了一個 梅人婆過來啦 梅人婆呢 就心裡面就想 哦 你是做木匠的 那麼 那手工呢 都叫做 找餐找食 都不是太差 那找了一些女生呢 時辰八字的名字 邊家來讓她選 那麼 木匠呢 一指呢 就指了這個女仔 其中一個 一張紅紙上面的女仔 哇 梅人婆當時就很驚喜啦 哎呦 這個女仔呀 我幫她走爛了所有門框啦 家家戶戶 我都幫她拍過門 都沒有人娶她 你是不是真的要確認你娶她呀 你需要不需要見下面先呀 木匠呢 要話不說呢 就說 我要娶她 因為這個女仔本來就沒有人娶她 她的嫁妝偶封口 就像倒貼一樣 總之你娶她就倒貼 木匠說不用 千萬不要 我就主動要向這個女仔提親 總之呢 在梁神吉日的時候呢 我就會準備好大禮 大羅大鼓去這個女仔的家裡提親了 還有 千萬不要說到這個女仔好像很不值錢 我總之呢 就會名門正取 打羅打鼓 嘩 這件事呢 傳了開去 整村都很轟動 每個人都心想 你不是吧 為甚麼呀 原來是這樣的 這個女仔為何會這麼出名呢 就因為她非常之醜 是其醜無比 不是其醜無比 是其醜無比 真的很醜樣 村民甚至乎 開玩笑 就說甚麼呢 如果晚上她睡在你旁邊 我包你一定嚇到以為見鬼 可想而知她是多醜 就像王子華那時候說 王亞醜一樣 雖然呢 就是我們對醜的定義人人不同 但是以村民的形容呢 就是說 她可以達到女鬼級的程度 這個女仔呢 一點都不漂亮 聲音也都不好聽 所以基本上 這些村民呢 平時都不想見到她 那種回眸一笑 嘩 簡直是可怕的那種狀態 就很不明白 為何這個木匠呢 還說要打羅打鼓去娶她 如果她是漂亮的 就不用貼上大床 就到了結婚良神吉日 木匠就打羅打鼓 始終她是做木匠的 為這個女仔 打造了很多傭司 送過女家的家 送給別人的父母 別人的父母很開心 女兒嫁得出 那木匠就對她不錯 於是娶了回來 娶了回來 之後呢 木匠就沒有對她不好 木匠對她非常禮貌 非常溫柔 如果大家不說的話 甚至乎覺得她們的夫妻關係 很好 完全不覺得這個木匠嫌棄她醜 好 木匠呢 慢慢慢慢就風山水起 那些傢伙呢 就搞到外面就有一些幹部 就看中了 有些有錢人 甚至乎來村裡 找她打造傢伙呢 搞到她就生意興隆 還要有些幹部來打本給她 哎呀你做的手工這麼好 不如做大她 拿一些漂亮的木匠回來 再做好一點的生意 蛤 生意的越來越好 還賺錢 始終這些是手作木匠的東西 很難發達的 猜不到她就風山水起 還要木匠一家 甚至乎很久都沒有病過 身體的狀態把得了 風山水起有錢不僅 還要是身體健康 過了兩年 這個醜女還跟木匠生了小孩 兒孫滿堂 每樣東西都好 令村民百思不得其解 嘩!這麼好命啊 為甚麼你 有一天 木匠喝大了酒 終於跟自己的朋友面前 洩露了天璣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道士那天去她家 幫她趕走了一隻荔鬼 這隻荔鬼是她前世的荔鬼 是注定今世來奪她的命 那她今世走得出一荔鬼 都走不出二荔鬼 和走不出三荔鬼 好了 當她幫她趕走了這隻荔鬼之後 這個道士就跟木匠說 你人生注定有三劫 第一劫水鬼 你已經過了 第二劫是這場大病 病到一病不起的應該 這一劫你也過了 我現在幫了你了 第三劫是最大件事 最容易搞出人命的 根據道士所說 她就說 我現在說那個女人的人名給你聽 說完她的時辰八字 你要好好記住 你一定要娶她做老婆 我說明給你聽 這個女人的獎相雖然醜 但是她前世跟你有些瓜葛 是你的恩人來的 而且她今世的命是非常之好 因為她前世是大善人 她今世的命是非常之好 你娶了她 你條命都會改變的了 她不單止幫了你很多 還會幫你過了奉空化吉 才圓廣盡 身體健康 每樣東西都好 好像過年一樣 木匠當時聽到 心裡也有點疑惑 道士就千叮萬了她 你對這個恩人要好一點 因為你今世是報大恩 今世做下的職德的事情 就留下世用 好好記住 當時木匠 因為本來已經病得很虛弱 道士一走了 果然病 若到病除 好起來 心裡便想 嗯 道士說得對 她說的話應該沒有騙我 於是找來梅人婆 就說要提親 剛好梅人婆身上的紅紙 真的有這個女生的名字 還有這個時辰百字 而話不說 好 我就要娶她 果然娶她之後 每樣東西都好 家道非常興旺 在座跟她喝酒的朋友 當然羨慕到她不得了 不知道是否因為 有錢之後 人鬆懈了 木匠居然 就忘記了第三劫 哈哈 那一天 就慘了 跟朋友喝完酒 最紛紛 就走回橋 就要經過橋 回家了 就在這個時候 她突然之間 不知為什麼 站不穩 就跌到河裡 跌到河裡 跌到河裡 就害怕了 這條河裡 只是到膝蓋那麼深 但是她覺得自己站了 突然之間 水位是去到嘴邊 她當時就知道 出事了 道士跟我說的第三劫 就是在某一天的夜晚 千萬不要走那個橋 因為水位是沒有走的 只是等待你的運勢 那一天 是她的良神吉日 就是你前世過生的日子 然後呢 就是拔你下去陪她的 嘩 那一刻突然就醒了 今天是幾月幾日 糟 就是那一天 糟 道士說我每一年的這一天 是不可以走這條橋的 不可以出村的 那怎麼辦呢 就正當她很害怕 當她叫救命 而她發覺自己 就開始有力 就拔她下沉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 就聽到她老婆的聲 就叫她 小張呀 小張呀 這樣 原來她老婆在家 就等她回來吃飯 都知道她是喝兩杯的 但是等了很久 而不見她 心裡 嘩嘩亂 總是有點不安 於是就嘗試走出屋裡 叫她 這樣一叫 但是這個老婆 就寧願看到 咦 她跌了下水 在水邊 叫求救 走過去 走過去 沖了下水之後 這個老婆很神奇 她的腳一碰水 那道力就消失了 她就頓時之間 就可以起身 然後水位 就到自己的膝蓋 自己不知為何 全身濕透 狼狈很害怕 然後老婆就來叫 你在這裏幹什麼 然後她就說 呃 我跌了下水 老婆就牽著她的手 哎 回去吃飯了 這樣呢 就過了這一劫了 那就是說 那道士是沒有騙她 是說得對的 她老婆的確是非常之旺她 幫她擋了這一劫 就是這樣 她在這一次非常清晰感的感受到 原來這些呢 就是叫命 她慢慢呢 她就跟自己說了 即使我將來發達有錢呢 我都不可以忘記這一天 和不可以忘記我老婆的 那這件事呢 就是那條村 一個鄉下故事 很出名的 就叫做 娶了一個醜的女人 她娶了一個醜的女人 就改變了她的命運了 好 那有一些 淋淋濕濕的故事不說 還有另外一個故事開始 HELLO 阿Wing遲到了嗎 不要緊要了 記得聽重播吧 好了各位 記住Part 2的部分 就是要付款的 要收費的 那我公司呢 就有一個同事 就跟我說 我說 那這樣不行啊 為什麼啊 為什麼要付費啊 那我就解釋給她聽了 其實呢 我是有成本的 先不計人工呢 就是在這裡租場錢 還有工作人員的人工呢 我是要付費的 我在這裡長租 是要付費的 所以我不得呢 就不收費 對了 那另外呢 就跟她說 喂你做經紀都要收勇 可不可以不收勇啊 你是不是沒有工作 那又不是 我這樣就是了 那便咬贏了 好了 第二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呢 這個是關於一個 黃河的靈異故事 那我相信呢 如果 你們應該比較少聽這些 一些靈異故事 是不是呢 黃河靈異故事 那 黃河呢 乃是中華文明發源地 是世界上 稱之為 沙量最多的河流 所以為之黃河 因為它經常的水 黃金金 是不是 全部都是沙來的 那在中國歷史上 黃河呢 是帶給中國人很大的改變 也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讀的歷史都已經知道了 有記載 在2000年裏面 黃河的下游 缺口是有1500 那麽多 改道26次 黃河缺堤一射千里 歷史上寫 黃河氾濫很大 如果黃河氾濫的話 所道之處 人如皆滅 在黃河上面生活的人 其實是有很多禁忌的 在黃河底部 有厚厚的淵泥 今次就要說一下 黃河曾經發現過 一個棺材的靈異故事 傳聞在80年代 不是很遠的 80年代的冬天 當時黃河的邊域上 基本上是沒有水的 因為夏天才會氾濫 水流走了 冬天 黃河上面沒有水 於是人們趕著下去 挖掘淵泥 做邊緣的鞏固工程 起庭 防夏天的水衝回來 原來他們是這樣的 在 väldigt大鞏固工程 等於弊 防夏天的黃河水浪 輪 asylum しか Natürlich 之所以 在江浦旁 在那邊上 冬天吧 在剛才發脾當下 出現沸� Greg 但婦尼 因為Andrew 仍然是很肯定 所以不會多做 出現沸浪 colour 就发觉有些透明水晶的东西 难道挖到什么古代的文物? 那便发达了 于是他们大家很开心地 这些工人一起挖着硬框框的东西 看看是什么来的 这个时候引来了很多人在围观 什么来的? 什么来的? 于是开始挖 挖一下挖一下挖一下 之后发觉是一副很巨型很大 直径很长 好像是一个棺材 但是这个棺材很有趣 它是透明的 在他们的眼里 好像没有听过透明棺 但是古代如果是皇帝敬人 玉石棺黄金棺 石棺什么棺都有 可能这个就是古代的水晶棺 于是他们就说 哇发达了发达了 今次如果挖到厉害 那便发达了 有些人就开始仔细观察 站在棺木上观察 这个棺木中间有什么 发觉棺木中间已经注满了水 但是出奇地这些水就并不是平时那些黄河水 黄金金很污足的 里面的水也比较清澈 看到棺的中间果然是有一条丝的 隐约可以看到这条丝的衣着 都是一些古代的名贵衣服 但是偏偏看不清 最神奇的是 这个棺里面有水 但是也有一些小鱼在游水 众所周知 如果蜜蜂的棺 有小鱼在里面 是否应该会焗死 就算我当小鱼能生存到 那些水怎么进去 那条丝就会化了 很多很多村民提出了一些疑问 为什么这条丝不化 那些人就说 我就开始找了 想打开棺盖 就发觉 无缝的 这个棺材 好像是整个打下来的 是打造出来的 无缝的 找不到任何一条裂痕 因为他们现在看到的只在顶部 有人就说 很明显这个棺材 应该是底打开的 凹下去那一只 那些水应该都是在那缝里 放进去 所以就隔了沙 所以这个棺材 仍然都是合情合理的 对了 说这些都说得通的 村民就提议 不如把它挖出来 一来可以研究研究 研究这个字 你懂的 当然是希望可以拿到一些 看看什么财宝可以拿 第二 就算它不是很名贵 我到时才拿出来捐给国家 拿一支錦旗也好 于是一班八卦的村民 和那些文工就好啊好啊好啊 于是就开始挖挖工作 因为这个透明水晶棺是非常之巨大的 挖挖工作也不容易的 和黄河那边的鱼泥也是濕濕濕濕的 一路挖 有时候它也会沉一点下去 挖挖工作也非常之巨大 于是工人就一堆人围着它 就不停地挖 就不停地挖 它们一路挖 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忘实了 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呢 我可不可以发到大财呢 其中有一个人 就是去观察的时候看 实在觉得太奇怪了 尸身清晰可见 而且里面的水非常清澈 鱼也在游 当时它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心很寒 觉得这个棺材不惹小 应该是有些异样的 怎可能有一个透明的水晶棺 可以藏在黄河之中长存这么久呢 当时挖挖挖 已经有些老人家就说 不要挖挖 这个是邪的东西 我们第一部分时间到了 下一集回来 说一下下半句